为什么魔术师的丝巾能够快速变成一根坚硬的棒子? 因为魔术师用到的是专业的魔术弹棒,丝巾就是绑在弹棒上面的,表演的时候只需要打开棒子上面的开关再放手,弹棒就会快速弹开成为一根坚硬的棒子,这个魔术道具非常危险。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把扑克牌瞬间变成一次性手套? 因为魔术师把一次性口罩放在了扑克牌的后面并用手指捏紧,表演的时候利用中止按压扑克牌往后拉藏在手套的后面就可以了。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用一粘控制屏盖自动旋转出来? 因为魔术师在屏盖上面绕了一根非常细的魔术隐形线,表演的时候只需要拉动引线就能让屏盖自动旋转出来。 为什么魔术师点燃一张纸巾就能让它瞬间变出一副扑克牌? 因为魔术师的扑克牌就藏在了手掌里面,当魔术火焰纸燃烧的时候快速推出来即可。 为什么魔术师可以让钞票悬浮在双手之间? 因为魔术师用到了一种叫引线圈的魔术道具套在手掌上面,表演时用另一只手勾起引线圈接着再把钞票放在上面,这样钞票看起来就像悬浮在双手之间了。 为什么魔术师用麻绳套住自己的手指,还能让它直接穿越出来? 因为魔术师把绳子套在手上以后,趁机将另外一端放出手指,这样轻轻一拉,绳子瞬间穿越。 为什么魔术师把扑克牌放进塑料袋再晃一下,就能让它改变花色? 因为魔术师的扑克牌是双面的,把扑克牌放进袋子以后,只需要快速地调转一面就可以了。 为什么魔术师可以让一枚硬币穿越净装满水的杯子内部? 因为魔术师事先在杯子里面就放了一枚硬币,利用水的折射原理从前方是完全看不到的。 最后拿走手中的硬币,并将杯子的硬币旋转出来即可。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让手机平衡在自己的一根手指上面? 因为魔术师在手机里面安装刻一条鱼线,将鱼线勾在自己的手指上面,就能完成这个效果了。 为什么魔术师把牌角和扑克牌放进嘴巴,再慢慢拉出来,扑克牌竟然能够复原回来。 因为魔术师的扑克牌是两张粘在一起的,在折叠扑克牌的同时将其中一张牌角撕下来,最后把扑克牌放入嘴巴再打开折叠的牌角即可。